美國駐華大使館及領事館10月26日發布中文版的 《2019年中國人權報告》 報告關注法輪功等宗教團體受迫害的情況 七次提及法輪功 關注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遭中共強襲器官的指控及報告 該報告的英文版 異於2020年3月11日在美國華盛頓DC發布 報告說 一些活動人士和團體繼續指控政府強行摘取良心犯 尤其是法輪功成員的器官 中國政府否認有這種情況 澳洲國立大學對中國器官捐贈的官方統計進行的一項研究說 根據統計取證 很有力的證據表明改數據是偽造的 6月非政府組織強迫摘取中國良心犯器官獨立法庭 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 中國有強迫摘取器官的直接和間接證據 理由是等候時間非常短 大規模的醫療設施建設 和培養器官營殖手術人員 中共還關押代理法輪功案件的人權律師 吊銷律師執照 會建議 8萬居民 感谢观看